我们再看一下所有端诺字架是操作cookie 所谓的所有端肯定就是诺字架是 操作cookie 前面我们没说过扣端操作cookie 但是如果所有端没有操作cookie的话 那登录基本上就实现不了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首先所有端肯定要能查看cookie 对吧 我们也要知道cookie这种什么东西 第二个是修改cookie 然后我们通过这两步 我们就可以实现登录验证 其实很快很简单 大家看一下 我们之前在讲数据库最后的时候 还说过登录还挺难的 讲到这儿呢 其实登录阅证马上就出来了 只要是你开始学了 基本上很快就 能看到结果 前提是你要 找对了方向 找对了路 以一种比较 高效的方式来学才行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做很多弯路 觉得很麻烦 那我们佛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 开始演示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之前做的那个 Blog1的那个代码 然后找到这个app.js 大家找到自己的代码 然后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控制台里面其实这个 npm run dev这个服务已经启动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浏览器 浏览器里面刷新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例子的这个接口已经出来的内容 那我们就把代码给改一下怎么去解析cookie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解析query这个后面 其实获取cookie特别简单 我们只需要通过 比如说叫cookie-strain 因为它是搜封串格式的对吧 通过这个request.headers.cookie 就可以获取了 或者说我们加一个防空 它如果没有的话就反过空自负串 因为它本身它也是个自负串形式对吧 我们说过 它的类型呢就是这种 k1等于v1 然后分号k2等于v2 然后分号k3等于v3 这种类型 这是我们一开始讲的这种cookie的类型 但是呢 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去用gss去操作这个自负串 其实很不方便的 因为 通过这种方式来操作自负串 比如你查到k2的值是多少 这个其实很麻烦的 所以说我们就在入口这个地方去解析一下它 我们解析完之后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放在这个request.cookie里面去 然后先把它复制成一个空对象 就是我们先 找一个request.cookie复制成空对象 然后去解析这个自负串 解析完之后呢 就把自负串的这种形式 变成这种 对象的形式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弄啊 首先我们拿到这个自负串 然后给它 拆分数组 Split 通过分号k拆分数组对吧 拆完数组之后就可以对数组进行便利了 如果这个item的值没有 那就可以 直接去return了 就是如果item是空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return了 当然这是一种异常情况的处理 那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有空的啊 所以说我们就继续 那不会有空呢 我们是通过分号来进行拆分的 所以说 它里面每个都是这种k1等于v1的形式 所以说还可以通过什么 还可以通过这种等号的形式来拆 item.split 等号 通过等号拆完之后 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k就是这个 前面那个值 然后value呢就是 后面那个值 因为通过等号拆完之后 这就是第1个值 这就是第2个值 所以说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 request.cookie 那我上面定义的 然后把这个k的值 付试称value 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测试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打印一下 concler.log request.cookie 为了看方便的 我们前面加个字符串吧 lease 保存 保存完之后我们去访问 我们先清空一下这个控制台 然后去随便访问一个地址 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 他应该会走到我们之前做那个代码中 大家看 cookie是什么 cookie是空的 为什么是空的 因为我这没有啊 那没有怎么办呢 我们上一节学过 没有我们可以在浏览器这个地方加一个 对吧 比如内幕等于 双叶老师 回撤 回撤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document.cookie这里面 就有值了 对吧 有值我们一刷新 应该后端也有值了 因为一刷新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一刷新 能不能把护卫带过去 刷新完之后 大家看这个request 的headers里面 其实已经把它护卫带过了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端里面 也已经出来了 只不过呢 他有个乱码而已 我们先不管这个乱码的事情 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删掉 然后再加一个英文的 他就没有乱码了 然后在application里面 我们怎么去删呢 在这正好说一下 这个地方 他看cookie的时候 我们上面有个叉号 选择这个之后 一删 一删之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document.cookie 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个英文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刷新 这就有了 这个乱码 我们等会再去看 我们先不要管它 我们先进行课程的进度 然后 就顺便我们的cookie 解析完成 然后打印出来了 而打印的是一个 js的对象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 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登录验证了 怎么来呢 就是说我们前端 可以把cookie传过来 然后cookie呢 可以 传给后端 可以由后端去解析 我们现在做个规定 如果 cookie中 有user name 我们就认为已经登录 如果cookie中没有user name 我们就以为它没有登录 这样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登录验证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apps.js就可以关掉了 因为这里面只是一个解析cookie的作用 它是一个 基础工具而已 它并没有任何的实际的一个业务价值 我们关掉 关掉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 router name 就是这个表 这个js文件 首先 这个地方呢 我想让大家道过歉 我们要改个东西 就是之前说 这个login check login check这个东西呢 我们 接下来要做一个 登录验证的一个名字 所以说冲突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把它改回login 怎么改呢 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搜索 搜索之后 我们全部 选中 改成login 保存 然后这里面也 全部选中 改成 login 用commandd 或controld 就可以全部选中 比如说 选择第一个login之后 我用commandd 或controld 然后就可以选择多个 保存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搜索的login check 就没有了 没有之后 我们看下空的台又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router里面 就路由里面这个usergs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叫做 登录验证的 测试 如果mastered 如果mastered 等于get 大写 等于get 按 request 叫pass 等于 比如说我们用api 然后user 然后login test 这个做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登录验证的测试 就记住它是get的 它不是post 这个上面之前写的这个登录是post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判断 ifrequest user login test 来刷新一下 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更改 就是每一个路由 我们都要返回一个promise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也要去返回一个promise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 叫promise.result promise.result 我可以直接封装一个promise 返回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测试 就直接写在这就行了 无所谓了 其实 因为我们这个代码 做完测试要删掉了 我们保存一下 重新重启 然后刷新 刷新之后 它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 上位登录 error number等于-1 对吧 我还要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所有的路由 包括登录的这个路由 以及blog里面的这个路由 都已经改成什么 都已经改成这个 回去播客相情的这个吧 都已经改成return 一个promise 对吧 result 也是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这个 也是return一个promise 所以说我们这个连号return 也是return一个promise 然后如果是我们没有异步 直接去封装一个promise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 promise.result 然后里面直接传入你的值 然后就可以返回一个promise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至少我们的测试 就可以成功了 至于它这样是不是合理 这个我们暂且不管 因为这个代码我们待会儿做到最后 我们做到把登录做完之后 我们这个代码是删掉的 因为它是一个测试的 所以说你就不用管它是不是合理了 这样的一刷新 它就是上位登录 对吧 因为我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cookie里面是不是有username 那根据我们之前学习的这个什么 学习的这个前端测试的cookie的知识呢 我们可以在前端去进行一个 documenter的cookie 复制成什么呢 username比如说等于章3 前端复制完之后呢 它这个username就等于章3了 对吧 我可以放大一下 等于章3 然后按理说 它就能命中这个逻辑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打到这个网络里面来 我们刷新一下 看它是不是带过去了 刷新 大家看 首先第一步 request headers里面 这个cookie已经带过去了 带过去之后 后端肯定就是获取到这个cookie了 然后获取到之后 它一判断有这个username 他就会执行这个successmodel 然后返回的是什么呢 就是iron number等于0了 已经不再是刚上那个-1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假设的这个登录验证的这个逻辑呢 就已经跑通了 那跑通的前提呢 是我们在客户端自己手中操作了一下 就是操作了这个东西 实际情况呢 我们肯定不能去手中操作对吧 我们如果是手中操作的话 那这个登录就没法去通过这种用户操作来实现了嘛 所以说我们得干嘛呢 我们得让这个cookie里面复值 cookie复值成了username等于什么什么人名 是让后端来做的 这个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简单改一下 之前那个登录是用post的 为什么用post呢 因为登录它要通过post的请求传过来 第一个是稍微安全一点 因为gat的请求特别容易访问 第二个呢 是post的请求呢 也能防止一些 跨越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这儿为了简单测试呢 我们先把这个登录改成gat 我们回头要改过来 改成gat 改成gat之后呢 这个username和password就不能通过 requestedbody获取 因为requestedbody它是post的一个data 所以说我们就简单改一下 它可以通过什么获取呢 它可以通过query来获取 也说我们从query中获取username和password 然后进行一个登录的验证 验证完之后呢 我们去返回一个成功或失败 我们简单看一下 因为它是gat的 直接去访问apruser login 然后呢 username等于章3 按的password等于123 大家看 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aerunam等于0 证明登录成功了 对吧 那我们验证一个失败的情况 password等于123 我们改成122吧 122它就返回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地方 返回的登录失败 那证明我们这个改动呢 成功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过 query不能在前端改 要在后端改 对吧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演示过后端怎么去 获取query的值 并且去减析query的值 现在下面我们就 演示一下我们后端 怎么去修改query的值 这个也比较方便 直接去response response我们在这个地方第一次用的 因为它是路由操作中传过来的一个response response就是从app.js传过来的 就是我们最上面的这个处理HP请求的这个response response呢 点什么呢 假设计划处理HP请求的 这个是不是给我们之前设的那个 JSON格式的那个类型 这个那个type比较像 对吧 然后 set 注意大家要写啊 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是username等于 data username 因为我们要操作cookie嘛 对吧 操作cookie的时候 setcookie username等于什么 就是当前用户的名字 这个操作 其实跟我们刚才用杰词操作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分号 pass等于斜线 就是我们这个cookie要适用于根目录 因为我们这个大家看这个路由是斜线API 斜线user 斜线login 这个地方如果是不写这个pass等斜线的话呢 它默认会是什么呢 会是这个 看一下 它默认会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的话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这个的话 比如说我们访问的路由如果是API bloglist 如果跟这个不一样的话 它就会失效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cookie的这个生效路由改成一个根路由 根路由就是说所有的网站所有的网页都会生效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登录嘛 登录肯定是对你所有的网站所有的网页的对吧 里面所有的路由都会生效啊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我们首先到前段页面来 我们先把之前GS操作的全部清空 我们到这个application中来 之前我们是不是用GS加过这个cookie 这个user name的招塞 我们先删掉它 删掉它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现在刷新肯定是登录失败 对吧 因为它是密码是122嘛 我们改成123 改成123 返回到RNV等龄 证明是成功了 成功了之后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request header里面已经 没有cookie去传了 对吧 我刚才已经删掉了 然后response cookie里面呢 它有一个set cookie 就是后端传过来的 是什么呢 是user name等于张三 然后呢 pass等于斜线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这个document.cookie 来看一下 就user name等于张三 已经是传过来了 这个可不是我们前段组的 这个是完全是后端 通过这个方式来写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application里面 这个cookie的值也已经有了 user name等于张三 这个看不清楚呢 可以稍微拖一下 而且pass等于斜线 这个也已经生效了 拖回了 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看这个流程啊 还有一步忘了也是 当我们登录 相当于是执行这一步 已经登录生效了之后 我们再去访问一下 login test login test呢 就是验证有没有登录 对吧 没返回 返回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它已经是 error number等0了 我们可以再简单改一下 login test里面 我们可以返回一个 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不管返回 是不是登录成功 我们还直接把用户名 给你返回出来 就是从sero端的cookie里面 返回出用户名了 我们保存看一下 保存之后就 sero端就重启了 对吧 重启之后我们要重新登录了 重新登录 user name 这次叫李四 然后password也是123 登录成功 我们看一下 response header返回的是 user name等于李四 这说明是后端 传过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去执行 这个login test 大家看一下 login test返回的结果是什么 是user name等于李四 为什么 login test它是通过这个 request的cookie来判断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login test 访问的时候 它这个request header里面 已经带了这个cookie user name等于李四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 走了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通过 虽然说通过get的方式 我们先通过 login这个接口 传入这个user name和password 进行一个登录 登录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cookie设置上 然后传给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再去访问 login test接口的时候 它就会带着cookie过来 对吧 带着cookie过来 然后就有cookie了 有cookie的值 就可以返回这个正确的格式了 就证明已经登录成功了 这就是cookie 怎么应用于 ser name等于登录验证